恭喜发财 大家一起来 做饭 大家好 我是王子 大家好 我是VJ 新年要到了 OK 所以我们接受挑战的 都是为大家准备一些 新年适合的菜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 最后一期的这个挑战 不知道老板又想要 用什么食材来挑战我们 是咯 那VJ 不如今天 又是我来开是吗 由你来开吧 我们来看看 马上来揭晓老板 今天要用什么食材 挑战我们 做完了我们就可以收工 收工过年了 对对对 各位观众 一 二 三 哇 我们看到一只拳击 还有一些鸡腿 今天同样也是挑战 煮一道汤 还有一道菜的 那我们马上出发去选食材 又来到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这个地方了 哇 喂 竟然有鲍鱼 哇 那今天我们一定要拿这个 不用白 不用啊 不管怎样我们都一定要拿 先把它拿起来 不然你要收回去就麻烦了 因为为什么我看到 Taste Me的这个酱料嘛 所以我就突然之间想到一个 蜜汁鸡 OK 蜜汁鸡 蜜汁鸡就会有生抽 我就要用 Taste Me天然生抽 要让它的味道更加的浓郁嘛 是不是 这个 Taste Me上等蚝油 好的 米糖 蒜头 一定要有葱 还有姜 都齐了 还来到一个鸡蛋来 一个就够了 除了蜜汁鸡 还有一个 一只鸡嘛 整只鸡 对 一只全鸡 所以全鸡我们就 煲汤啦 煲汤 一定要有一个汤 鸡汤 这里有一些 Taste Me的 鸡煮酱料 那我们来调一个吧 我们现在煲汤 最适合的就是这个 Taste Me的肉骨茶 OK 用它的那个要采泡 一定要有的 红椒 给鸡 鸡肉 我们就要放一点玉米粉去炸 然后那个蜜汁鸡 做完了 要有一点点缀 然后煲汤哦 除了有这些咚咚咚 我们还要一个 让它味道更好 中午 好 那小 我们马上回去准备食材 来 玉姐 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回来了 那现在我们第一道要做的是做一道汤对吗 是 那我们现在先怎样处理这些食材呢 哎呦这个 那个众人来的 砍鸡的东西 当然是 让我来做 砍我的 打扮就知道我已经准备好了 对不对 但是 before that 我们要先要来浸泡一下 我们要浸泡的东西先 说 冬菇肯定先要浸泡了咯 好 用我们之前不是有用过一个方式 要加一点糖的吗 所以你要加一点糖下去吗 那呃 如果呢 大家有时间的话 我觉得可以 就是用冷水浸泡也可以 OK 划了它比较慢 那如果说你们想快一点的话 可以用我们的方式 放热水加一点的糖 它就会比较快的软化一下 对没有错 那接下来这个红枣 我们也放一点水 清洗稍微的浸泡一下 还有呢 口齐 要不要放水先 不用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最后的时候 洗一洗 就把它放进去那个糖那边 就可以盛出来给大家一起的分享 接下来就是到这个 砍鸡的环节啦 那 事不宜时 我们马上来处理 我回避一下先 好 来 哈哈哈 雨姐 我们的这只鸡鸡已经砍好了 食材都处理好了 那我们不如开始来包这道汤吧 可以没问题 那水请拿过来 我先把鸡放进来 因为这只鸡是没有汆烫过的吧 等下它一滚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它那些浮游物全部捞起来 那讲到这个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近有听一个师傅讲 那它就说呢 其实呢 爆汤就不一定需要先汆烫 因为呢 在你汆烫的过程呢 一些的味道啊 香味呢 可能会被流失 我们今天也来尝试一下 我们就看今天 没有汆烫过的鸡肉用来爆汤 它的汤会不会非常的鲜甜 好的 好 那水已经放了下去之后 鸡也已经在里面了 所以我们就要放 我们的配料 香菇 然后还有红枣 红枣 所以还有就是这个 蒜头 蒜头 这是黑蒜 好了 其他两样就不要先放咯 然后重要的一个环节来了 这是Taste Me的肉骨茶 鸡煮汤包 OK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把它给放下去了 对不对 好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有一包的 这一个 传统肉骨茶 药材 还有香料 是啊 正材实料的 非常正材实料的 来我们先打开来看看 这个是药材包来的 里面有两包 你先拿着一包 两包一起放 两包 给它浓郁一点 给它浓郁一点 OK 来 哇 它那个香料的味道啊 非常非常的浓郁 是啊 它还有一个特制的 一个酱料 对特制的酱料 那所以等一下我们最后才放 那现在我们可以开始煮咯 OK 去Menu那边找我们要的功能啊 Function 两个钟头啊 OK哦 可以 没有两个钟头就不出味的吧 对 煲汤一定是要两个钟头的嘛 就来了 必须要按开始的按钮给它三秒时间 是的 现在正式启动了 Buffet Law的 IH Mark Google的好处就是在 今天你要煲汤 你要煲饭 煲粥任何的一些功能 东西放下去 它就会自动的帮你喷煮 而且过程是 不需要顾时间 也不需要顾火 对啦 那时间到它会自己保温 OK 那现在反正我们都在等嘛 我们马上进入下一道的这个示范 同样也是采用鸡的这个食材 对 BJ 那现在我们马上要来完成 今天的最后一个挑战 就是蜜汁鸡 开心的我啊 要收工了 我自己爽一下 所以我们手脚要快一点点 对对对 看到食材相当的简单 真的是那么容易吗 是哦 我给你干嘛 我出的这个Recipe 哇 掌声掌声给BJ 那现在我们马上来开始处理 食材好不好 BJ 东西都帮你切好了 谢谢你啊 接下来这个时候要交给你了 我们现在要来做什么呢 我们现在要来腌制鸡 首先我要盐 好 盐 糖 好的 胡椒粉 適量 嗯 还有就是这个绍兴酒咯 绍兴酒 去腥提鲜 我们先把味道抓进去那个鸡里面先 如果你有时间哦 最好就是可以腌制两三个小时 好 让它更加的入味 那今天我们肯定没有两三个小时的腌制呢 也没有关系 什么油 然后最后我们就要放这个半个蛋液就够了啊 不用够 少许的蛋液 对啦 OK 因为这里有三只的这个 大鸡腿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要上粉了 所以你现在赶快准备那个粉给我 哦 我就上粉放在一边等它反潮 然后我就准备了热油 等一下就会放下去炸 粉来了 好 谢谢你啦 裹上一层粉 对 等一下我们直接下锅炸了吗 是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食材都是鸡 我问你一个问题关于鸡的可以吗 可以 有一只鸡啊 你懂吗 OK 它如果飞上天空之后啊 它变成什么 它飞上天上之后它是什么啊 就飞鸡咯 OK 王子 你看 我们的鸡已经上完粉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下油炸它了 好的 先来看看我们的油够不够热啊 怎么看 这是木筷子吗 是的 一定要木筷子才可以的 你看啊 有泡泡 已经够热了 我们就慢慢地 把这个鸡放下去 哇 你看 这个大概的油温有在多少呢 嗯 我看应该有180度以上 接下来 我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吗 有 你就要跟我调那个蜜汁了 蜜糖 三大匙 三大匙 是的 这个蜜糖它的用处就是让它有一个 甜味 然后到最后就是带有焦糖的感觉对吗 是的 除了有甜味 我们还要准备一点点的酸味啊 黑醋 也是三大匙 黑醋 一 一 二 嗯 然后有酸味 有甜味 三 我们就要有咸味 咸味就是要来自我们的这个 Taste Me天然生抽 120天 这一个 的量造成 对的 两大匙 还有 就是要有鲜味 鲜味我们就要用到 Taste Me上等的蚝油 这一个上等蚝油我告诉你 是有鲜蚝的精华 提炼而成的 那再来就是说 每个家庭都一定会有这一个蚝油 因为它不管我们有时候炒菜啊 对 腌制啊都会用得上 好 那我们的酱汁还需要什么吗 都已经是七七八八了 搞定了 就那么简单 完成 是的 所以我们的鲜已经炸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把那个酱汁 给煮好 然后再把这个炸好的鸡丢回进去 搂搂搂搂 就搞定 OK 来 把油下去 冷过下冷油 今天我们这个是使用 Buffelo的40cm 亚敦炒锅 那它是采用这个304全钢 这个人体绝对不会有伤害性的一个材质 所以等一下你在炒的过程也是用钢铲吗 当然 你不害怕就是会伤害到它吗 一定肯定 保证不会伤害到的 原因是因为它是不锈钢 它又没有涂层 怕什么 对 没有怕过啦 赶快传那个姜蓉给我 姜蓉 多的 所以我就先下那个酱包 想一下 所以今天我们用这一个Buffelo的40cm亚敦炒锅呢 就是你可以哦 不管煎炸爆炒焖炖蒸 全部都能做对不对 对对对 它还有一个锅盖哦 锅盖啊 上面有一个调 调节气头 也是牛头牌的专利嘛 对吗 对啊 对啊 有时候我们怕买错炒菜锅 就是你炒东西会卡一下卡一下对不对 对对对 非常顺非常滑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啦 对啦 那现在这个是蒜 蒜蓉 蒜米也可以叫蒜米 就把它们都炒香 那接下来应该就是 它已经金黄色了 超快的那个火力也超快 所以刚开始使用Buffelo的炒菜锅的朋友们 记得哦 不要弹心 火力不要开那么大 因为它的火力呢 比普通的炒菜锅来得更快 对啊对啊 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刚才调好的这样子丢下来了 淋上去 倒进来倒进来 然后我们就把它煮到沸腾之后呢 再让它有焦糖的感觉的时候 焦糖的感觉 我们就把这个炸好的鸡块给放进去裹上这个酱汁 这道菜就大致上是完成了 是啦是啦 哇它已经开始是开始变得浓稠了 来跟我倒进去 快点快点来来来来 哇炸好的鸡块 放进去给它 对啦然后我们就均匀的 快速的翻炒给它裹上那个酱汁就能够出锅了 你看几块倒进了哦 没有错的话等一下我们会用到白芝麻对不对 装饰而且吃起来又香 这里的味道我们嗅到是非常的开胃的一个味道 酸酸甜甜非常下饭的一道菜 而且你看哦又有那个酱啊又有那个蒜蓉啊 对 一口咬下去 哇我告诉你差一点哦 讲错话了我 美中不足的就是我们还差一个白芝麻 给它点缀装饰 所以现在马上来 哇你看王子哦 傻的芝麻真的是啊 零些不同的 超均匀啊 有没有很均匀哦 还要加多一样东西 就会更加的漂亮 好来给你准备好了 是啊 这个我最喜欢的香菜 这个放下去 就真的是哦我告诉你 马上高级很多了 马上有一句话是这样子说哦 如果是古老的讲法就是华龙点睛啊 现在呢我们马上就去看我们刚才炖的鸡汤 好的 各位观众 让我们来看看炖鸡汤 你看看你看看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香这个药材香味哈 还没打开在整个炖汤的过程呢就已经很香 现在打开那个味道更加的出来 对 我们现在就要把这些最后需要放的东西 补眼镜的枸杞 全部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OK 我们要放昂贵的鸡汤 嘿嘿嘿 再来 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因为这个是Taste Me的肉骨茶的那个汤包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要放它的特制的调料 对 据说呢 这个放下去哦 你不需要再加任何的调味料 非常非常的够味 所以 甜也不需要 真的很方便 又快速哦 来 对啊 你拿着 我给你剪刀 非常期待要尝它那个味道 OK好 我就剪一点点 然后 把它全部倒进去 OK 然后我们搅拌均匀 哇 这个是很Attas 哇 真的 你看那个鸡 哇 煮到鸡漂亮 那个酱下去哦 那个颜色马上就是 对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哦 OK 来 我们试一试味道 我试了这次 不给你试 味道如何 哇 来 那个碗 没有夸张 你看 要咬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马上煮锅啦我们 OK啊 你手拿着啊 非常的够味 不需要再添加任何的调味料啦 哇 哇 瓶瓶 我们 又把最后一轮的挑战给完成啦 也是煮了一道菜还有一道汤 那今天这道菜就叫做 而这道汤就是 还好这个挑战有你在我身边陪我完成 我一点压力都没有 哎呀不要这样客气了 我们时常都有合作的嘛 重点是因为我们用对了醬料 要谢谢Taste Me 所以才可以把这些东西都煮得非常的美味 每一位非常的够美味 是的 又快又方便 所以在这里要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节目 最后我要祝大家万事如意 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拜拜 感谢观看 对 听otal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